狼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它们分工协作 井井有条 有的负责放绅 有的负责捕猎 是一种群居性动物 在草原上威风凛凛 给牧民添了不少麻烦 全世界放牧都会养牧羊犬来放狼 同时牧羊犬也可以帮助管理羊群 但偏偏在美国有一些牧场 明明周边的狼群很多 却没怎么受到侵扰 在这里既没有搞科技 也没有牧羊犬 反而有牧羊犬 有一群又一群的驴 它们就是靠驴来放狼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奇怪 驴怎么能放狼呢 听说过被憋咬了 学驴叫就能让它们松嘴 但很少有人听说过 靠驴来放狼 美国的狼主要是北美会狼 已经属于偏大的一种 常年工狼的体长 在1米8到2米不等 平均体重180公斤 和大部分狼一样 都是群居性动物 它们也是美国本土 极具威胁性的野生律师者之一 所凭借的就是 它们极快的奔跑速度 以及群体协作性 在每小时65公里的奔跑速度下 很少有什么动物 能逃脱它们的追捕 更何况 狼群还会采取一些战术 或是包围猎物群起而攻之 或是采用车轮战 轮流消耗猎物的体力 直到猎物彻底没了力气 瘫倒在地 效率如此之高的狼群 自然也被当地民众围剿 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 美国大部分州 开始集体围攻狼群 野狼打了一辈子猎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会惨遭毒手 于是死的死的伤的伤 索性被美野狼比较小滑 没有像带狼一样 落在个灭绝的下场 但数量也不容乐观 在这之后 动包组织兴起 在这之中 自然有一些是真正为了保护动物的 在它们的努力之下 野生惠狼的种群数量 在逐渐攀升 但随之而来 就有一些更严峻的问题 野狼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跳进牧场 开始大杀四方 牧民们虎鱼被狼群袭击 却又不敢打死野狼 生怕惹上更大的麻烦 于是不得已便开始寻找办法 来保护自己的牧场 面对不堪其扰的野狼 牧民们最先想用牧羊犬来驱赶野狼 但怎奈何北美灰狼的体型庞大 并且还是成群结队的行动 牧羊犬根本奈何不了野狼 于是当地的牧民们 就养了很多的驴来放狼 这时候很多人就会好奇 驴是怎么放狼的 很多人都会认为驴吃苦耐劳 但是战斗力不强 原因便是因为它们是食草性动物 而且长期被人类驯好 其实不然 驴作为马的亲戚 虽说是食草动物 但它们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一般体长两米以上 高一米以上 体重能达到三百公斤左右 最重要的是 驴不会像其他的食草动物一样 看见驴食者就想跑 驴的反应一般近面就是干 再加上它们的难听的叫声 任谁都不想晚上听见这一种声音 更何况是听力敏锐的狼 当然要是没点真本事 这些也都是虚张生识罢了 驴的攻击手段很简单 一靠踢二靠咬 这些驴撂角子的威力可不容小觑 不要说狼 就算是人也挨不了它一提子 只要挨上它们一下 轻则骨折 重则当场丧命 常有人测试过 驴一提子下去 瞬间力量能高达它们体重的六本以上 这要是狼结结实实地挨上一下 真的是非此即生 另外 它们那一嘴打白牙也不全是吃素的 高达五百八十五千克的咬合力 再加上这一组 专门为了磨碎食物而生的牙齿 一口下去轻轻松松来个骨折 毫无问题 在这双重攻击之下 很少有狼能扛得住几下 更何况旁边还有牧羊犬做辅助 很快 狼犬的攻势就会被瓦解 一哄而散 说归这么说 但养驴来放狼真的有效吗 我们接着看 美国牧民养驴放狼 听起来很稀奇 但自从养了驴之后 牧场被席致的次数越来越少 还时不时能在周边看到几头死狼 上面还有驴的牙印 很快另一个地方也需要这群驴们大显神威了 这就是澳大利亚 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观众老爷们 应该有印象 澳大利亚是没有野狼的 本来呢 澳大利亚有一种动物叫带狼 但带狼早就灭绝了 那这是用来放谁的呢 这就是野狼的亲戚野狗 我们知道澳洲是一片畜牧业 非常发达的土地 但由于流放到这里的犯人 会将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 放归到澳大利亚以外 于是呢 澳大利亚各种动物泛滥常灾 就比如野兔 澳大利亚人治理的方法也很简单 野兔泛滥常灾了怎么办 那放几只狐狸到野外吧 于是狐狸又泛滥常灾了 那狐狸泛滥常灾了怎么办呢 放野狗抓狐狸吃吧 于是野狗也就泛滥常灾了 澳洲野狗的数量都拿三百万只 我们知道狗是狼经过长期的人为驯化而来的 因此它们的习性也会像狼一样 群居性动物集体不劣 再加上澳大利亚与畜牧野为主 牧场你一个不注意 就会被野狗搅得天翻地覆 于是就向美国血席 开始养驴来防狗 结果肯定不用说呀 效果还是不错 毕竟野狼都能防得住 野狗在驴面前又能玩出什么花呢 这时候肯定会有人说 你牧场这里是人类的地盘 放到野外去 驴肯定打不过狼和狗 这就打错特错了 野驴在野外的时候 野狼和野狗同样是要躲着走的 就连猎狗也拿这些野驴没办法 少不注意就会命仓体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对驴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